我現在有請尋驗中的新北市 新北的這個社會區的 這個行政大樓 頭前的公廟 現在也有多開檢測 可以來提供民眾這個PCR檢測 每一天提供六百人採檢的動靈 這醫師公會 全年會 更加上百名這個記載的動靈 也導致這個檢測 跟多大便宜的採檢 來透過這個便宜 已經沒有法度支扎的醫療動靈 想說 採檢測時間就要不夠 好 就這麼多人在拜堆 新北市政府的行政大樓頭前的控制 跟開城區檢測站 也有三個綜密負責 提供民眾做PCR 我們預計是愈化兩線 那每一線的一個上午 一個下午 都可以自行一百五十人次 換言之一天下來的量能是六百人次 那採用的是預約制 那是三種協助採檢 也有幾天精神 以後人力來到三天 因為這麼多人要做PCR採檢 醫師公會 全年會 請八百幾度 九百幾十人的動靈 加在新北國的社區檢測站 和病醫採檢測的工作 來消透病醫已經很安的醫療用靈 我們相信現在的醫院都很緊繃了 如果病人再多 是不是會很難稱 這個我們總是不要讓它發生 同仁之間有時候自己稍微有一點症狀 他或許顧及到其他同仁的上班的辛苦 民眾的照護 有時候真的是還是忍著病痛在上班 因為新冠疫情 精神醫療能力疾案 慢慢轉移到 民眾各界 應精神的快態 向個人自我感激的力量 讓醫護及人力應在中等 讓醫療用靈 會規定上 一家中海部獨